这是2017年大陆动作明星吴京 制导自演的电影《战狼2》 延续战狼第一集的故事 是军中退伍的主角意外卷入非洲国家的内战 并参与解放军的撤桥任务 与叛军和西方雇佣兵缠斗的过程 在2017年《强国梦》的政治主角力下 这部电影在当年创下大陆最高标榜 除了传递惯了民族主义 更延续第一集的战狼精神 但有中华者虽远必诛 可是在我们军人眼里 这里是最美的地方 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 是我们必须用生命和鲜血 誓死捍卫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以军人的尊严宣誓 万国中华者虽远必诛 从战狼第一集的边境线 打到第二集的非洲海外折销战 虽然是娱乐效果十足的电影 却也隐含近年来大陆国家利益的改变 从根本的领土主权发展利益 到庞大的海外投资地缘战略 而这彻底改变了北京领导层的世界观 也主导大陆外交政策的转变 邓小平时代的对外战略 是众所周知的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江泽民萧归潮水 即便到了胡锦涛时代和平崛起 但当时官媒推出了纪录大片《大国崛起》 主旋律能强调 避免大国冲突的休息抵得陷阱 然而这都成了过去式 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 将大陆国家利益向外延展 与西方传统大国的地缘战略矛盾 面对一切的抨击 大陆外交也不再韬光养晦 针锋相对已成了新常态 而新冠疫情的爆发 更是重要的转折 面对西方国家抨击隐瞒疫情 要求病毒所缘甚至索赔 大陆已不甘失落 纽约时报就分析 大陆以大外宣 并利用西方的社群媒体 在疫情期间美化自身形象 外交体系更是人人成了战狼 针对外界对北京的种种质疑 最激烈辩护 而最典型的代表 是今年新任的外交部发言人赵里坚 他在有超过600万粉丝的 个人推特上说 病毒来自美国 引发轩然打搏 这一回合作出发言人赵了 这一回合作出发言人赵里坚 而大陸駐英大使劉曉明 更拋出战狼外交的说法 捍衛国家的尊严 捍衛国家的利益 但战狼外交太过长得强 即便极左的环球时报也以色论还夹 说搞战狼外交的不是北京 而是华府 大陸有理有利有劫的反制 比较像是功夫熊毛 中国官员 包括很多的你的计划者和伙计人士 在争议和其他国际伴侣 与其他国际伴侣的关系 尤其是在网站上 但是大陸媒体这里 已经吴奏了这种 所谓的狼狼狼狼狼 告诉世界尤其美国 尤其是美国人 要用到这种 所以是这种 over-the-top rhetoric 和激烈的方法 新的选择 新的选择 中国的选择 是中国拒绝了 唐光养晦 我尊重你提问题的权利 但是呢 你提问题的角度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中国外交 确实有着 各种各样的解读 和评论 但作为外长 我要正式和负责任地告诉你 中国始终奉行的 都是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 而这话题 持续延烧到两会 大陆外长王毅 虽然驳斥了 战狼外交的说法 但回应近来 因疫情引发的外交冲突 能充满战狼的性格 这些针对对中国的所谓烂肃啊 没有实时基础 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国际先例 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中国人是有原则 有骨气的 对于蓄意的中伤 我们一定会做出 有力的回忌 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 和民族尊严 王毅一直被视为 大陆外交系统的鸽派人物 2004年出任驻日大使 修复小泉纯一郎上任日向后 一直低迷了中日关系 最终促成温家宝访问日本 及安倍晋三访问北京 2008年 王毅转换跑道 出任国台办主任 缔造了大陆官方认定的 和平发展且不可逆转的两岸关系 2013年 回国外交部出任外长后 王毅屡屡奔波在各个重要国际场合 参与许多地缘政治的外交斡旋 但即便西方认为 他是北京少数能对话的人物 在北京领导层的外交转向下 王毅对外态度与发言 也越来越犀利 现在要警惕的是 美国一些政治势力 正在绑架中美关系 试图把中美关系 推向所谓的新冷战 整场记者会焦点能在美中关系上 针对病毒溯源索赔诉讼 王毅都强硬表态 虽然能强调不冲突不对唱 但也警告美国 不要低估大陆 维护主权领土与民族尊严的决心 路透在三月的报道就指出 大陆新一代鹰派外交官的出现 出自习近平的受益 他曾下令 要求外交系统要有战斗精神 而美国进入大选年 两党较劲的内容 包括谁比北京更为强硬 反华已成为华府跨党派的共识 纽约时报的评论就说 虽然北京能呼吁合作 但战狼外交硬碰硬 大陆以加强抗衡美国的决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